明明看起来十分的轻缓,可又像是优魅一样,速度却又快到了极点。 几乎是一个呼吸不到的时间,便跨越了百丈落于这后山数丈高空之下。 却是一身穿青袍,且手中尚且拿着一把扫帚的枯瘦老者,乍一看,就如同寻常寺庙中寻常且又年迈的普通扫地僧人。 随着这扫地僧人出现在这后山上空,原本急速移动的身形骤然将停在空中,然后徐徐地从空中下落。 速度极慢,仿佛此时此人并非是置身于半空之中,而是落于水潭里面一样徐徐地下落。 只是,带到这扫地僧人双脚触及到地面的瞬间,不管是旁班、四汉飞、八十八以及远处的慕容龙城以及那抓着玄瓷的黑衣蒙面男子皆是感觉身前,凭空出现了一股气浪席卷而来。 不过,就在一股静气出现时,一股股诡异的气静同样凭空而现,将旁班等人身前掀开的那一股气浪抵消。 察觉到这一幕,扫地僧人眼中浑浊的眼睛之中不禁浮现出一抹凝重。 随后双手核识道,阿弥陀佛,蒙施主既然出现了,又何必继续隐而不现? 说话时,扫地僧声音极低,如同喃喃自语一样。 可偏偏当声音出口时,仿佛有着无形的扩音器在扫地僧的嘴边,使得在场之中所有人都能够清楚地听到扫地僧的话语。 而当声音在这山顶回荡开来的瞬间,自西南方向,一道身影漠然腾空而起,然后步步踏空而来,直至落于旁班等人的身前。 看到蒙斥行,一旁原本和少林那些天人静高手憨战的旁班等人皆是快速地后撤开来,相继闪身至蒙斥行的身后。 北少林的那几名天人静高手见此,虽然有心追击为之前被杀的僧人报仇。 可看着远处那和扫地僧遥遥相对,且气势不凡,沉稳如高山俊悦的蒙斥行时,犹豫了一下后,也相继挪闪至扫地僧的身后。 等到蒙斥行出现之后,扫地僧双手合十道,多年不见,魏小蒙施主竟然也练成了魔门的道心肿魔大法,怕是已经能有五道转向天道。 若非是受天地之力所限,只怕已经能够踏入神座境了。 面对扫地僧所言,蒙斥行徐徐道,阔别百年,大师却也风采依旧,想来现在,大师虽为精气神三合凝结出五道金丹,但却三花均以凝聚完成,不错。 蒙斥行的声音低沉,但却浑厚,而且声音之中充斥着一种浓烈的自信。 即便是面对扫地僧时,说话的口吻却依旧给人一种长辈赞誉人的感觉。 不过,听两人的对话,显然以前便已经认识,对于蒙斥行说话的语气以及姿态里面透露的几分傲然,扫地僧也并未有任何的不满。 目光在蒙斥行身后旁班等人身上扫了一眼后,扫地僧徐徐道,原本贫僧以为这一次事情,只是孤苏慕容家推动,却不曾想在这孤苏慕容家不过只是棋子,真正主导者,竟是大元国。 将我大宋国武林同道进阶聚集于此,看样子,大元国是想要对大宋国动手了。 蒙斥行洒然一笑道,不错,只可惜知道得晚了一些。 闻言,扫地僧摇头道,我少林千百年来向来不参与陈俗之事,大元国若是想要入主大宋国,大可前往皇宫寻求那一位,何必将目光放在我少林这一帮出家人的身上? 蒙斥行诞声道,灵冬来那边,已经有人帮我大元国解决了。 此言一出,扫地僧面色骤然一变。 就连楚清和,以及水母阴姬,以及莲星脸上,均是多出了一抹诧异。 反倒是屈飞烟等三女面色不解。 见此,屈飞烟询问道,公子,这令东来是谁啊? 水母阴姬回应道,听我师父说过,大宋国中出了一个绝世天才,十岁学剑,十五岁学艺,三十岁大成,随后不惑之年,便已经迈入天人境,圆满尽亏天人之道。 只不过,这令东来神龙见首不见尾,江湖之中已经百年没有出现过他的消息,却没想到竟然是在大宋的皇宫之中。 末了,水母阴姬摇头道,也难怪这大宋的皇室敢尽情享乐,原来是皇宫之中有了灵东来这样的天人境圆满高手坐镇。 这时,楚清和妈撒着下巴道,相比而言,我倒是好奇,这令东来是被谁杀的? 一旁的莲星皱眉道,根据师父所说,这令东来百年前,实力便已经迈入天人境圆满,强大至极,放眼天下能够与其为敌得寥寥无几,听着萌翅行的话。 这令东来并非是被他所杀,那扫地僧也不知道,到底是谁有这样的动机和实力对令东来动手? 也是在楚清和几人心生疑惑时,场中的扫地僧在缓和之后开口道,蒙施主可知是何人所为? 面对扫地僧所问,蒙翅行摇头道,不知道,不过以后我会查出来的。 说着,蒙施行徐徐开口道,现在大宋国的皇宫里面,不过就只剩下两个天人境的废物,连死在本座手中的资格都没有,等到将你北少林除掉后,再杀上皇宫,到时候我大元国却是可以兵不屑刃地将这大宋国收入囊中。 将蒙施行这番言论收入耳中,扫地僧的神情不禁多了几分凝重。 沉吟了少许之后,扫地僧开口道,既然大宋国大势已去,我少林愿意交出半数于大元国聊表心意,不知蒙施主意下如何。 将扫地僧这话收入耳中,扫地僧身后庶名天人境僧人神色微变,但转瞬之后又恢复如常。 然而,面对扫地僧所言,蒙斥行却是嘴角泛起一抹笑容,一只手缓缓地抬了起来。 等到欣赏了几夕后,蒙斥行才是开口道,半数,本座全都要。 说着,蒙斥行目光放在对面扫地僧的身上,语气低沉道,等到这北少林被本座灭了之后,你北少林之中钱财自然都是大元国的。 本座也好奇,你这北少林千年的时间,到底积攒了多少的家底。 扫地僧声音微沉道,若是蒙前辈觉得还不够, 我少林愿封山百年,百年之内,凡我少林弟子,皆不能离开少林百里范围,这样可行。 听着扫地僧的话,楚清河是一旁的王羽焉不禁愕然道, 这北少林作为大宋国的顶级势力,遇见这样的事情,竟然想要置身事外? 家国天下的道理,世人皆知。 就拿大明国而言。 虽说内斗不止,并非像大元国那般朝廷与江湖关系密切, 可一旦涉及到国与国的战斗, 哪怕是曾经被称之为魔门的元月门,都会出一份力。 移花宫,神水宫亦是如此。 这也是朝廷为何会让出三成税款于江湖的原因之一? 可现在听扫地僧这话,俨然一副只想明哲保身的态度, 这样的行径,多少就有点让人锁不齿了。 听到王羽焉的声音,一旁坐着的赵敏徐徐开口道, 这位姐姐说的是啊。 像是这种趴在一个国家内吸血啃肉, 关键时候却是想要置身事外的江湖势力, 的确是让人恶心,放眼天下, 这大宋国的北少林如此,大唐国中那次行径斋义是如此, 只是想着如何保存自身势力而不管国家安危。 说话时,赵敏此时的语气满是不屑。 而当声音出口,远处扫地僧身后, 那几名天人静的老僧均是面带不满地看向赵敏这边。 目光停留了一下后,又是将视线放在了楚清河的身上。 不过,当选法的目光放在楚清河身上时, 却是面色微变。 随后,真缘流转传音给扫地僧。 师祖,那边那名男子便是几日前上门询问问题的己人。 听到选法的真气传音,扫地僧眉头轻皱, 然后抬眼看向楚清河这边。 察觉到扫地僧的视线,蒙赤行同样微微偏过头。 迎着两人的目光, 楚清河却只是手中折扇轻摇,神态自若。 到时旁般视线放在楚清河身上时,眼睛轻眯, 第一时间感受了一下自己周围的环境。 确定楚清河那边属于下风口后,这才是放下心来。 几夕后,带到扫地僧和蒙赤行相继收回视线。 随后,蒙赤行目光放在扫地僧的身上,声音略显不屑道, 听见了?我大元国的人向来没兴趣养一些随时有可能反咬一口的白眼狼, 以北少林的存在,对于我大元国而言没有丝毫的好处, 灭了,却是一劳永逸。 将蒙赤行此言收入耳中,轻轻吸了口气后,扫地僧沉声道, 难道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吗? 闻言,蒙赤行开口道,若是你们几个可以自费修为,解散这少林, 本座倒是可以考虑一下不亲自动手。 对此,扫地僧轻叹一声,徐徐将手中这扫帚甩向一边插在地上后开口道, 既然如此,贫僧也只能领教蒙施主高招了。 哼!声音落下,扫地僧体内真元瞬间涌动开来, 一股恐怖的威势随之迸发开来。 几乎是瞬间,在扫地僧身后的几名天人静僧人 皆是被扫地僧此时身上传来的恐怖气息震退数十步。 反观蒙赤行,几乎是和扫地僧一样, 真元运转的同时衣衫不断飞舞, 宣泄开来的真元更是掀起一股波动将周围灰尘吹飞。 察觉到蒙赤行的动作, 旁班以及那斯汉飞还有八十八阶式蒙的后退数十步 拉开和蒙赤行之间的距离。 目光在少林这些僧人扫了扫, 然后再看了看旁班等人, 远处那慕容龙城思绪流转间, 闪身至那黑衣蒙面的男子身边, 然后一同拉开距离。 而随着慕容龙城一同动身跑开的, 还有着此前一直在装中毒的丁春秋。 注意到丁春秋的动作, 屈飞烟恶然道, 那家伙之前竟然是在装中毒。 只是, 此时战斗在即, 别说其他吉女了, 即便是屈飞烟 在愕然地瞥了那一身粉的丁春秋一眼后, 便收回了视线。 就这样, 在众人之后挪之间, 使得蒙赤行以及那扫地僧所在的位置, 均是被空了开来。 此时此刻, 蒙赤行以及那扫地僧的身体周围, 皆是真元汹涌。 虽说两人体内真元的波动浓郁到了极点, 可偏偏, 却没有半点一出, 皆是处于一种叙事待发的状态。 唯独两人体内的气势, 却是越来越浓烈。 甚至于两人体内, 已经是散发出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威压, 使得这后山之中, 莫名开始有了凝重的气息。 配合着此时空中那低沉浓厚的乌云, 竟是让屈飞烟吉女, 此时都有了一种内心沉甸甸的感觉。 然而, 就在这时, 蒙赤行动了。 步伐随意而自然地迈出, 看似闲停信步的一步, 竟是如同瞬移一样, 瞬间跨越了接二十丈的距离, 出现在扫地僧的身前。 随着黑色的衣袖滑落, 露出了蒙赤行那宽大白皙的手掌。 让人瞩目地势, 随着蒙赤行手掌抬起拍出, 明明这一掌动作缓慢地如同蜗牛攀爬一样, 可偏偏右手锁过之处, 空中一道道浓密的波纹开始浮现。 宛若这一掌穿过的并非是空间, 而是一层层密密麻麻的水波一样。 道道的天地之力开始受到牵引, 快速地从空中落下, 然后聚集在蒙赤行的手中, 使得那本应该是血肉组合而成的大手, 此时宛若真的由水晶铸成一样, 晶莹剔透, 甚至于那手掌之中疯狂聚集的紫黑色真元都能够让人看得见。 更为诡异的是, 这一掌拍出之时, 明明周围已经惊起了钢器, 但这些钢器才刚刚出现, 竟是立刻被蒙赤行的手给吸收了进去, 使得过程中没有发出任何的声响。 但任何人看着蒙赤行这一掌, 都能够察觉出这一掌内蕴含的恐怖气息。 面对蒙赤行这一掌, 此时的扫地僧神情亦是有了反应。 看似如同枯稿的手指食指与中指并拢, 针圆包裹间, 两指周围竟是有特殊的进气环绕。 当两指点出, 自那蒙赤行周围的天地之力, 竟然是瞬间被引出半数落于扫地僧这两指周围。 手指锁过之处, 周围的空间仿佛都因为这两指周围凝聚的恐怖威力, 而有了几分折射的感觉。 就如同冬天盯着火焰上空时, 让人感觉这空间都有了几分扭曲一般。 而此时这扫地僧两指点出, 一时让人有了这一种感觉。 并且两指破空时, 不同于蒙赤行的公鸡一样寂静无声, 反而是掀起一道道异响, 似中明悠扬, 又似佛音缠缠。 下一秒, 伴随着执掌相处, 在瞬间的停滞之后, 一道道肉眼可见的波纹以及连衣瞬间以两人为中心荡漾显现。 一道震耳欲聋的声音悍然以两人为中心扩散开来, 恍若晴天霹雳, 雷声轰隆。 无数的劲气以及凝炼到极点的真元余波如同海浪一样, 以两人为中心瞬间扩散开来。 在这些余波之下, 以蒙赤行和扫地僧为中心, 十丈范围之内, 周围地面的山石瞬间化作积粉。 不但两人所处站立的地面直接下陷近三寸, 邻近两人周围那些中毒倒在地上的舞者以及北少林的弟子均是身体一阵, 然后混着周围那些积粉, 被先飞开来。 原本距离蒙赤行以及扫地僧两人已经有了近五丈距离的旁班以及少林中那几名。 天人静的僧人感受着不对劲也第一时间运转真气挡在身前。 等到落地之时, 不但生机全无, 就连身体意识变得软绵绵, 如同烂泥一般。 赫然是体内的骨头都已经是在方才触及到余波之时给震碎。 反观蒙赤行和扫地僧, 在一招之后, 皆是瞬间使出了第二招。 而每一招发挥出来的动静以及威力, 皆是不比第一招交手时差。 真元、精神能量、 特殊的进气以及天地之力都是聚集在两人不断地交锋和拉扯。 乱石穿空, 进气撕裂, 轰鸣之声不断地回荡在这后山之上。 时而发出来的震动, 即便是相隔三十余帐的楚清和己人都能够清清楚楚地感觉到。 沿途之中, 还有运气不佳地被两人战斗间散发出的一缕劲气直接穿过身体, 彻底失去生机。 蒙赤行本身就是摩世公上一任的公主, 旁班现在所学均是由蒙赤行所教授, 到新种摩大法在蒙赤行的手中更是被用到了极致。 招式霸道之间又透着三分诡异, 每一招之间都是会携带着滚滚的精神能量和天地之力, 稍不合适便会被这精神能力迷惑陷入到幻境之中。 而那扫地僧不过短短数十夕的时间已经接连换了十几种武学, 看似随意的招式却无一不是少林的绝技。 面对蒙赤行时, 每一招都可谓是巧妙到了极点不说, 甚至于力道都是快到了极点。 而且, 两人交手速度极快, 甚至于让人有种不假思索之感。 几乎是在一招之后, 便会立刻用出另外一招。 仿佛两人均能够未卜先知, 提前预知对方会出动什么招式, 甚至从何处攻击一样。 只是, 楚清河这边看得是津津有味, 一旁的驱飞烟以及小招, 却是只能听到响声。 只能够看见周围不断被蒙赤行和扫地僧战斗时 多出的一个个大坑大致判断, 两人方才之前交手时所处的位置。 即便是水母音机, 却是已经有了一种视线完全跟不上两人动作的程度。 蒙赤行和扫地僧虽然都还是天人静圆满的修为, 但在楚清河看来, 若是按照实战模拟器的模拟对象作为评价, 蒙赤行以及扫地僧的实力已经不逊色于普通神坐镜的舞者了。 这时, 楚清河视线从蒙赤行以及扫地僧身上收回后, 忽然放在了曲飞烟三女的身上。 伴随着嘴角轻挑的同时, 自楚清河的体内蒸气瞬间涌动。 下一秒, 原本还盯着战场的曲飞烟, 小招以及林诗音均是感觉一股推力猛地从身后传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